大家好,今天是2024藏传佛教书胜月,萨嘎月的第一天 这个月内汇集了导师佛陀诞生、成道和涅槃这三个重要时刻 佛弟子都相信,在书胜月从事任何善行、修持 福德与功德都将以亿万倍增长 为了感念所有佛弟子共同的上师佛陀 把慈悲和智慧交给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解脱自己,也帮助有缘人解脱 从今天起连续五周 为你而读将推出萨嘎月特集 从《杂阿含经》等原始佛教经典中截取 每次说一个故事 看看遇到这些状况,佛陀会怎么说 我们也可以从佛经原文 导师的直接开示中 得到卑质的指引 像我这么精进,为什么还没开悟? 有一段时期,佛陀住在王舍城的迦兰陀族园 弘法度众 那时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出家弟子 跟随他出家修道 弟子中有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士 包括王公贵族 富尔代 世锦小民,以及专专业人士等 佛陀的弟子中有一位尊者 名叫二十亿尔 他是伊兰鲁波伐多国长者的儿子 以精进修行闻名 他居住在骑蛇绝山 每天都依照着佛陀教导的法门 很认真地休息 希望能早日修行正果 脱离生死轮回 有一天 二十亿尔比丘 独自一个人在禅坐时 突然脑中闪过这样的念头 在佛陀的弟子里 能够努力不懈怠修行的身文重当中 我算是精进用功的比丘了 可是我这么用功 怎么到了今天 都还没有证悟 仍然还有烦恼呢 我家也算是地方上的望族 家里又有钱 今天干脆还俗 回家去享受五欲的快乐 再努力行布施 造福他人吧 这时 佛陀知道二十亿尔比丘 内心所想的事 就告诉一位比丘说 你现在到二十亿尔比丘住的地方 告诉他说 世尊请你过去一下 这位比丘立刻出发 前往二十亿尔修行的地方 对他说 世尊找你 二十亿尔听到佛陀找他 很开心能去见佛陀 便来到佛陀住席的道场 向佛陀顶礼问候之后 退至一旁 佛陀告诉二十亿尔 你在禅坐时 是不是曾经这么想 在世尊精情修学的声闻当中 我也算是其中之一 可是到现在却还没证悟 也没解脱烦恼 我家也算是地方上的旺族 家里又有钱 我今天干脆还俗 回家去享受五欲的快乐 再努力行布施造福他人吧 是这样吗 二十亿尔心里想 佛陀已经知道我的心事了 全身泛起鸡皮疙瘩 只好老实地向佛陀说 世尊确实是这样没错 佛陀告诉二十亿尔说 我现在问你一些问题 你就回答我 二十亿尔 你还未出家时 是不是很会弹琴 是的 世尊 佛陀又问 在你弹琴的时候 如果将弦调得很紧实 能弹出唯妙和雅的声音吗 不行的 世尊 佛陀又问 如果把弦调得很松的话 能发出美妙天籁的声音吗 也不行 世尊 佛陀又问 如果适当地调整琴弦 让他不松不紧 能够发出悦耳的美声吗 是的 世尊 佛陀接着告诉二十亿尔说 如果精进用功太急切的话 就会躁动不安 心里反而有更多的烦恼 和负面的情绪 假如一天不渝 三天晒网的话 又会松懈 同理 你可以拿捏自己修行松紧度 平衡规律 持之以恒 不用急躁地想快速修到正果 也不可以太松散 更不要执着于正果的事项上 这时尊者二十亿尔 听佛精辟的比喻 内心非常欢喜 原来自己内心被卡住的瓶颈 轻易就被佛陀化解掉了 向佛陀答谢后 他回到自己的修行道场 继续努力精进用功 以上这个故事 是著名的琴弦比喻 故事告诉我们 在修行这条路上 保持平衡 不及不虚 是最佳的修道方案 这也是佛陀所教导的重要口诀 在原点中 佛陀的原话是 莫着急 莫放逸 莫取向 也就是不要执着 任何结果的意思 这是每一个 走在道徒上的行者 都应该实时提醒自己的忠言 修行遇到障碍 或觉得没有进步时 可以想想曾经的佛弟子 二十亿儿 那个精进用功的富二代 他在修行的某一时刻 生起了想要放弃的心情 不为享乐 也不为女人 纯粹 纯粹只是因为对于没有看到结果的失望 以至于想要回家还俗 靠着做点不失的善行来打发一声 在佛陀佛陀的寻寻 在佛陀的寻寻引导下 他看到了自己的急躁 以及对于结果的执着 他认识到了自己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在心态调整之后 二十亿儿最终 也成为了佛陀僧团中一位证悟的圣者 借着这一句 莫召集 莫放逸 莫取向 的千古名言 开启萨嘎乐对佛陀的意念 更作为 对所有心者的供养 为你而读 我们下周再见